东汉末 黄金起义爆发 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 却产生了各地军阀崛起 这个很大的副产品 朝廷也更不安宁 宦官和外戚的争斗日益激烈 大将军何进打算铲除宦官集团 令并周末董卓带兵进京帮他 不料董卓尚未到达洛阳 何进就被宦官杀了 何进的被害惹毛了部将袁绍 他一怒之下带兵入宫 杀了两千多个宦官 袁绍的大开杀戒 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漏网的宦官邪扯和太后 与少帝刘便 陈刘王刘邪 以及宫里其他官员逃走 刘便和刘邪等人 落到了董卓手里 据资质通鉴记载 公元189年9月 董卓废掉少帝 另立其帝陈刘王刘邪为帝 接着派人堵死了和太后 然后自认相国 把持了朝政 董卓的所作所为 和接下来的恐怖统治 激怒了各路英雄 公元190年 群雄们推举袁绍为盟主 组成关东联军起兵反抖 袁绍与王匡屯兵河内 张淼 刘代 乔冒 袁一 报信屯兵三藻固城 在金河南沿金北石屋里 袁绍屯兵鲁阳 孔纸屯兵影专 张沙太守孙坚 也从长沙赶来 与袁绍会合 韩负责留在夜城 负责反抖联军的军兰工艺 董卓立即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为了防止流变被想走 董卓先是命谋是 李如入宫堵死了流变 接着迁都长安 以避联军锋芒 被董卓迁往长安的 不但有他擅立的汉县帝留邪 还有数百万洛阳百姓 牵走百姓后 董卓命人在洛阳到处放火 洛阳两百里内的宫庙 官府 居家等建筑 全都化为灰烬 鸡犬不留 董卓还因袁绍起兵反对他 而杀了袁绍叔父 以及袁绍哥哥原鸡侠五十多人 婴孩和妇女都不放过 而那时候的反董联军 却毫无作为 都因为惧董卓而按兵不动 唯一的例外是曹操 那时候他隶属于陈留太守昭苗 各位是几个意思呢 既然联军都组成了 魏毛又不行动了 大家是出来游山玩水的呢 还是想让天下人看笑话呢 那些人不动 曹操便带着自己那点军队 向西运动 准备进攻董卓 不料在郑州以西的行阳 遇到董卓大将徐荣 曹操不顾兵少 二话不说就跟对方打了起来 毕竟寡不敌众 不但行事对曹军不利 曹操本人也被射了一箭 胯下只马也受了伤 眼看就要光荣牺牲 堂帝曹洪叫他骑自己的马 曹操说 把马给了我 你怎么办 曹洪说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 但是不能没有你 曹操便骑了他的马 曹洪则徒步跟在后面 借着夜色的掩护 两人成功逃脱 回到大本营三早之后 曹操的气又不打移出来 陶董联军虽有十多万 却根本没有想过去讨什么董卓 他们整天做的 不是射眼聚会 就是聚众赌博 但与这些太守 刺史们相比 曹操的职务最低 而且还是张淼的部下 虽然恨不得一个个胖揍一顿 但他哪敢放肆 只能用几尽哀求的口吻 对他们说 诸位若能听我的计策 只要袁绍领兵到孟金 驻扎三早的军队进驻成高 占据敖舱 赛援 太古建营赛 控制险要之地 袁叔在领兵偷袭关中 偷懂便能成功 就不会令天下失望 也不会沦为笑柄 谁知他的计策 首先遭到上司张淼反对 其他人自然也是不予支持 曹操除了叹息 还能怎么样呢 或许是为了对张淼这个上司表示不满 后来到扬州莫兵的曹操 莫兵回来直接去了袁绍那里 实际上 积极讨懂的并非曹操一人 除了他还有孙坚 只不过他比曹操更惨 实为长沙太守的孙坚 是从长沙北上的 来到鲁阳与袁叔会合后 被表为破鲁将军 领域州刺史 然后准备继续被攻 孙坚与董卓军队的第一次PK 发生在河南汝州西部的梁县 遭遇的是董卓的部下徐荣和李蒙 他们是奉董卓之命 出来四处掳掠的 突然遭遇董卓的大军 孙坚猝不及防 加上敌众我广 不可避免地吃了败仗 最后跟着孙坚突围的 仅剩下数十起 而且他怎么也摆脱不了董卓的追兵 原来他喜欢戴红头巾 被董军认了出来 认准红头巾猛追 好在孙坚意识到了 赶紧把红头巾脱下来 顺手带在了心腹将领祖帽头上 祖帽把徐荣的骑兵引开 孙坚才从小路逃脱 这场遭遇战 孙坚可谓损失惨重 兵将大夺背负 背负背负的孙坚兵将 董卓一如既往那样残忍 影川太守李明被砰死 其他人背部包裹起来 倒立之调起 用热油临死 当河内太守王匡派泰山兵驻扎在河阳津 准备对董卓军队发起进攻 结果反而遭到对方袭击 几乎全军覆没后 陶董联军不但更是不敢轻举妄动 有的人还打起了另外的算盘 比如冀州慕含富 他怕袁绍对自己不利 便逐步减少了 对河内军队和三藻联军的粮食供应 没多久 联军就都回到了之前的首地 虽然依然保持着盟友关系 但这种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粮食耗尽 断了后续供应 他们及时想坚持下去 也无法坚持了 何况他们根本就不想这么做 不思进取倒也罢了 他们自家人还相互干了起来 沿州刺史刘带和东郡太守乔帽一向不合 刘带趁机杀了乔帽 让王公当了东郡太守 一波未平一波右起 袁绍也想效法董卓 立一个傀儡皇帝攻自己使唤 借口是县帝年幼无知 又被董卓控制 关山阻隔 消息不通 如今也不知是死是活 咱们得有一个自己的皇帝 袁绍选中的是宗室刘宇 但他没想到 他的提议首先遭到弟弟袁术反对 对这些人极度失望的曹操 则表示与他无关 而等爱咋咋样 袁绍更没想到 等他派一张旗去接刘宇 打算和他讨论登基事宜 刘宇一听就把眼睛瞪得流圆 接着就是一顿臭骂 大议事如今天下大乱 奸贼当道 国君失去了政权 本人未能为国效力 以示万分惭愧 各位手握重兵 理应同心协力 报效王室 怎么能这样呢 这跟谋反有什么区别 刚拒绝了袁绍的提议 韩复等人派的使者也来了 您老人家不想当皇帝 那就请领尚书是吧 刘宇干脆把使者杀了 孙坚在梁县吃了大亏之后 将散兵收集拢来 屯兵杨仁城 又遭董卓派兵攻击 好在 这一次董卓的手下自己嗨自己 孙坚才赢了一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董卓得知孙坚屯兵杨仁城 便派胡诊为大都户 吕布为其都 另外还有几个都督 帅五千多人去打孙坚 没想到这个胡诊是个混账 还没出兵就把其他将领得罪了 为了整肃军纪 老子要杀个长官来仅侯 都督们听了这话 对胡诊顿时心生厌恶 决定和他开个玩笑 当部队于一个黄昏时分 到达黎阳仁城 还有几十里的广城 胡诊下令部队休息 半夜出发 次日一早攻城时 其他将领都想破坏他的计划 让吕布去对胡诊说 孙坚的军队逃了 咱们应该马上追击 胡诊信了 下令立即出兵 没想到孙坚不但没逃跑 还做好了迎击准备 胡诊坚占不到便宜 只好下令停止进攻 就地休息 军士们下马卸下 刚在地下坐着坐躺着躺 准备好好休息一番 突然听到吕布大喊 有人偷袭 吕布这一恶搞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后果会如此严重 听到喊声 全军顿时大乱 步兵顾不上穿上铠甲 骑兵来不及套上马鞍 纷纷夺路而逃 逃了十多里 才发现根本没有追兵 当时正好天亮 胡诊又下令回去攻城 却被已有准备的孙坚发现 胡诊见对方防守严密 毫无破绽 害怕吃亏 只好下令撤退 孙坚才不会让他好好地撤呢 下令全军出城追击 这回的追兵是真的了 而且追得很凶 胡诊毫无还手之力 吃了个大败仗 都督华雄也光荣牺牲了 小说三国演义 说华雄是被关羽杀的 纯粹是瞎编 作为反抖联军之一 孙坚打了胜仗 按理说联军应该高兴才是 没想到有人却阴阳怪气地对袁术说 孙坚这么厉害 若是得到洛阳 便无人能控制他 咱们不是除掉了狼招来了虎吗 袁术便来了个绝招 下令中断对孙坚的军粮供应 谁知孙坚不好惹 竟敢连夜赶到鲁阳 言辞则问袁术几个意思 袁术满脸通红 无言以对 不得不恢复供应 董哲听说孙坚这么厉害 便派李决去跟孙坚说 算了你我别打了 咱们化敌为友吧 只要你同意 今后有的是好处 你家的子弟 也可以当次是 俊守吗 孙坚一声冷笑 你想得美 然后向大鼓进兵 董哲亲自率军来营 战斗在先帝的陵墓之间发生 结果董卓大败 董卓败走免职后 果然如上面那人 对袁术说的那样 孙坚进了洛阳 还把李渔布打好了 消息传到董卓耳朵里 董卓对孙坚更是光目相看 队长使刘爱说 关东军其他人都是混账 只有孙坚值得注意 通知各路人马 今后特别要留意孙坚 不然死在他手里 怎么死的都不晓得 而孙坚占领的洛阳 早就被董卓破坏殆尽 城里的百姓 也被董卓迁到了长安 成了一座死城 手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孙坚扫了扫宗庙 借了祭天帝 修了修仙帝的陵墓 就率军回鲁阳去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 十余路大军联合发起的陶董运动 先前除了曹操 其他英雄豪杰基本上一仗未打 到后来甚至变成了孙坚一个人的孤军奋战 假如给各路豪杰一个反省的机会 他们会脸红吗 我是一员 带来不一样的历史